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文本样式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学CSS 咱们想对网页上的元素进行渲染 但主要咱们去渲染什么呢 主要去渲染文本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如何渲染文本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文本的基本样式的设定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列了几个 最基本的文本的样式的样式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 颜色 color 第二 文本的字号 这个字是多大 对吧 然后是字重 我是不加粗 还说变细 对吧 然后文本的对齐 以及文本的装饰 我列出来的这个 仅仅是五个 但是呢 却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您在做网页 文字文本渲染的过程中 这五个是您必须要知道 必须要会的 所以说我呢 其实它这个文本渲染有很多的这个属性样式 对不对 我挑五个最重要的 今天呢给您介绍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践演习 实践演习 其实很简单 我呢 还是对网页中的 H1的tag和这个ptag 进行一下文本渲染啊 咱们看看该怎么做 好 大家请看啊 这个HTML是咱们以前一直在用这个HTML 然后这个样式单文件的什么都没有 一会儿呢 咱们在这里面呢 写点样式单进行渲染啊 我现在先运行一下 看看咱们现在这个网页的结果啊 今天是第七课 index 大家请看 这是网页的显示的结果啊 什么都没有嘛 对吧 没有任何的样式 默认样式对吧 好 那咱们一点点渲染啊 首先 咱们先对H1进行渲染啊 把它拷贝过来 H1 大家看一下这个tag H1是什么 是这行吗 对不对 是H1tag CSS入门语理解 咱们对它进行渲染 咱们一个个来 我能把 我下面先都屏蔽起来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 然后咱们看一下每个数行都有什么区别啊 首先第一 先显示一个这个颜色等于红色 好 咱们试试啊 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够 F5刷新 注意看 红了吧 没问题吧 OK 说明咱们样式生效 接下来 字号等于22 22可能有种小啊 咱们看一下啊 注意看 刷新 F5 变小了 当然咱们还可以变大 比如说咱们变成64 标题嘛 对吧 咱一般都起的大一些 好 再看一下 F5刷新 注意看 大了吧 没问题 这个是设置字号 接下来 设置字重 我呢 让这个字号稍微加粗一些 看看能不能看到啊 注意看 H1就是加粗的 H1就是加粗的 好 接下来文本对齐 大家请看 文本对齐呢 一般都是说 居左 居中 居右 对吧 我这个呢 写的是一个center 居中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Let's go 注意看 诶 文本居中了吧 整个网页居中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文本装潢 我加了个什么 underline 什么意思 下化线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标题的下面 增加一个下化线 注意看 够 诶 怎么样 多个下化线吗 这就是对这个文本的 这个H1进行渲染啊 接下来咱们再对P进行一个渲染 这都是非常常用 而且又很简单的属性 介绍给您啊 您一定要掌握 老规矩一个一个来 刚才没看到自重 咱们再看一遍 好 注意看 自重啊 我现在没有设颜色 仅仅是设了一个自重 刚才咱们设自重 没有看出来的效果 咱们再看这个 为什么 H1它已经是加重字体 好 咱们注意看 F5刷新 注意看 诶 重没重 重了吧 然后咱们把这个board 变成border 再看看效果 注意看 加粗目 对吧 或者跟border 这好像看了 不是很明显 接下来 文本的对齐 我让它又对齐 咱们这个H1是 居中对齐 对不对 然后我让这个p呢 又对齐 注意看 现在是什么对齐 现在是左对齐 对不对 我刷新啊 注意看 它如何进行又对齐 注意 go 诶 又对齐了吧 所以咱们这个 Test a line生效 最后 文本装潢 大家注意看 刚才咱们是underline什么 下化线 现在是什么 注意看 这两个单词 line through 什么意思 通过线 什么叫通过线 就删除线 对吧 看看 说上删除线 挺好 但是它就通过线 咱们看看 它怎么通过 注意 go 大家看 是不是通过了 其实就是一条删除线 对不对 有朋友说 你一个字号还是小 我想调大一些 怎么调 刚才给您介绍了 对吧 fant size 试一下 fant size size 比如说 咱们设成24个像素 注意看 大一些了吧 然后咱们看 是不是增加一条删除线 删除线不叫删除线 叫什么 叫line through 通过线 这就是最基本的 CSS如何渲染文本的 一些个属性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先不给您讲 太复杂的属性 咱们先学最简单 最基础的 如何渲染文本的样式 这五个 是您必须要掌握的 属性 介绍给您 今后我会给您介绍更多属性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今天视频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 我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创造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